若果是年輕的設計師 我希望的是比較年輕的設計師 也許二十到三十歲之間 那不一定 對這個階段的設計師來講的話 其實他要不斷地磨練 然後要不斷地訓練自己 去在一個平台上競爭 那這個當然在台灣現在有一個非官方的 然後是民間主導的 然後是一個組織良好的一個競賽的話 是值得參加 那這個當然都要練習的 這包括透過這個未來可以往國際再去積極參加這種競賽 如果題目是光 他要對光提出看法 然後第二個他還是要回到他自己 只是他其實真的要呈現的是他他自己 他是怎麼樣他有什麼樣的特質 他的特質要出來 而不要過度的去迎合題目 或是迎合被期待性 因為我想我的感覺這樣的評審的組合應該最關切的是 你這個人的質地跟你的潛力 這個形式啊材料表現方法 或是非常觀念性抽象性應該都是被鼓勵 我覺得雖然是在尋找一個像是設計的一個競賽 但是裡頭那個我相信那個作者問要很強了 就是你要有非常清楚 你要把自己當一個藝術家 你不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為別人做服務的服務業的那個角度 要把不同類別的放在一起 然後希望他們之間能夠再產生某種化學效應 那這個是挑戰嘛 那它也是難度 因為你通常把它分類的時候是很容易處理 當然你要把不同類的人放在一起 然後合成一個共同體 這裡面會有難度 那但是可能也是值得期待的 等於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看這樣的機會能不能夠給一些年輕人在這裡頭被看見 都有的比賽其實評審必須要先公佈 因為評審才能夠 評審就決定你可不可以信任他的這個機制 我看到現在是很認真很用心 然後評審是相當可靠 而且非常都是很有說服力的 就是在業界 在專業界或是都是大家幸福的 那這種只要這個平台架構的夠專業 然後評審是可信的 那我覺得當然應該要積極參加 可以更純粹的表現自己的觀念 這個是觀念性會大於現實性的 那很多設計師現在可能開始接案子 然後他立刻明白現實的案子 其實你的理想性在裡頭是有限的 你一定會責中 那參加競賽的時候 你其實最注重的就是你的觀念 所以你在這裡頭可以把你的觀念徹底的實現 那這個實現 不管你有沒有得獎 都是一個好的東西 如果你來做補值呢 你有沒有看到不容易